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妍 今天呢我们又见面啦 关于上两期呢 我本来是要去染个头发 然后一进理发店呢 染一个头发竟然要1480 然后就有很多粉丝在下面留言说 你可以冲个卡呀 冲卡完它可能就只打个两三折 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它打两三折的基础上呢 要冲多少钱呢 我看来要六千七千的 但是我觉得染一个头发吧 其实我就是想花个百来块钱 染一下头发就行了 因为平时这个头发呢 我是直发也很少去烫发呀什么的 一般就是剪剪修修的 一年呢我是用不了那么多钱的 估计十年我都用不完 我做头发不是特别频繁 我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呢 喜欢把头发染一下 这个头发是我之前呢染过的 是我在家用那个泡泡染发 反正你就花了三个多块钱染了 现在呢是长不出好多呀 今天呢化了一个妆 然后穿了一个白裙子 然后去染头发 希望这一次呢不会失败 其实并不是我抠门 而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太会过日子的人 我喜欢爱美 但是同时我也希望说不想花太多的冤枉钱 这一次的我学聪明了 提前做了浴室 在我刷的朋友圈的时候 突然刷到了这家理发店的团购票 它这个呢应该是在某个平台上 然后它发布在朋友圈 我就去找那个人把它奔团购 下了天花了89块钱 而且呢还是知名品牌连锁 开在大商场里面的哦 今天呢要去体验一把 相信呢我的托尼老师不会让我失望 我妈他们呢现在还没回来 我直接去地下室打电话 问一下他在哪里 直接带他们一起过 开着车带着我妈跟我儿子呢 来到了商场 我们先先开了我 好 显示这家店在二楼 我怎么没找到 哎找到了找到了 这可以 几十块钱在这儿花花觉得特别值 我看到了就在前面 妈你看这档次咋样 你看看 可以吗 你想在楼下花97块钱 还是想在这儿花89块钱 来这里这里 好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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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那个旅什么团购的 对 然后像我这个色叉头也不加钱吧 不加钱是吧 那你大概想一想 不会 不会叫新手吧 不会叫新手 行 好 走吧 现在呢已经是坐在座位上等了 给我调个颜色 这边是棕色系列的是吧 他这个理发店呢还比较大 还有专门的碳染区 我现在呢是要去碳染区等着 然后等这个托逆老师调色 我现在弄上了底三层外三层 服务呢还是比较中道 染了一个粉中色 以后我们来期待一下效果 这边呢还给每个顾客准备上了零食 还有柠檬水 而且是无限的哦 能一直吃 你咋这么会说话 这个是那个发型师给我推荐吗 对啊 他只是让你的气质上什么 我是为了去旅游 然后上了头发 我觉得你们店里的男生 长得都还可以 还挺耐看的 其他的挺耐看的 看一下我这个形象像不像 修平要等个20分钟 多久啊 我染的可不是紫色哦 一会洗完就知道了 好期待 你们期待接下来的效果吗 现在要开始把这个头发洗掉了 人呢 没有人的衣服吗 怎么觉得像在马桶里面的感觉 颜色慢慢出来了 有这么红吗 还是我这个美颜绿镜过了 你还记住一个 手机 我愿意拍出来的颜色 跟头发的颜色色度是一样的 现在又剪了一下刘海 加上绿镜看来是还可以 我的刘海已经剪完了 一下子都剪凝了 好几岁了 现在要帮我做一个造型 把后面头发弄卷 头发已经弄好了 还给我做了一个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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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边是加了绿镜的 会比较暗一点 让我妈跟我儿子陪我做头发做到两点多 现在午饭还没有吃 这伙呢是带着他俩过来这边吃一遍吃一下 好了这期我就先分享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发型吗 喜欢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点一个赞 或者说你有什么看法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